今天是开工日 不少民众跟企业主担心 恢复上班会爆发群聚 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王立胜 提出了开工的防疫五招 包括了有症状者先用家用快筛来检测 避免不必要的寒暄 用餐时不要交谈 使用电梯茶水间 应该分时分流戴上口罩 勤洗手消毒 而他也坦言疫情随时可能发生 但希望可以控制住 把危害缩到最小 春节廉假结束 但本土疫情还没告终 就怕职场染疫风险提高 让不少民众收假上班 心里有点忐忑不安 开工之后确诊数有可能会上升 可是那都是在过年期间 被感染到的案件 回归正常生活 大家的警觉性也高 一两周之后就会消退得很厉害 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王毕胜 就在脸书发文直言 职场疫情随时可能发生 但希望可控危害小 并提出了开工五招自保 第一就是有症状者 先用家用快塞检测 或到社区裁检站医疗院所检验 第二是同事互动 暂时冷漠些 避免不必要的寒暂群聚 多利用电话社群软体沟通 减少大型实体会议 另外使用茶水间 电梯等时要分时分流 而用餐时不要交谈 如果可以就在自己位子上吃 不同楼层 不同空间 不同班别 要进行分舱分流 戴好口罩 请洗手消毒 但也有医师对年后疫情感到乐观 谢总学医师表示 目前本土个案和裁检阳性率 并没有大幅增加 廉价结束后两周是观察期 如果疫情仍然稳定 风险就正式解除 台湾顺利度过几率偏大 离自由自在 用餐大校的日子不远了 因为现在亚洲的部分 还在流行这个疫情 餐厅最好还是能够做到 打了两剂疫苗以上的人 才进去吃饭 专家认为 想恢复疫情前的自由生活 第一步还是先得把疫苗 打好打慢 接着我们报道 多谢观看